近日,就在大家关注肖战《玉谷遥和梦中的那片海》两部新剧的时候,肖战代言商务,这一块也传来了新动态,关于肖战酒类代言的话题,登上了热搜榜,引发热议,值得一提的是,该话题上热搜,粉丝们已经锁定了该品牌,大家的态度保持一致,官宣肖战为代言人,就会支持这家品牌。 据悉,肖战酒类代言话题肖战,青岛啤酒上热搜了,引发众多粉丝在话题下留言,也是一家知名度非常高的大品牌,如果该品牌选择肖战为代言人,自然而然就属于强强联合了。 另外,众多粉丝已经锁定这家品牌方了,大家的态度都是等待官宣,官宣及支持,只要官宣肖战,支持的浪潮就会如约而至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已经锁定该品牌,都在等待着官宣,也希望可以得到官宣。 期待肖战接下来的新代言,很客观来说,肖战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优质偶像,肖战选择的品牌值得信赖。 用吴志硕老师的话来说,肖战被黑那么惨,肖战敢代言质量没保证的品牌吗? 当然不会,肖战只会严格把关,对消费者和粉丝超级负责。 总之,我们等待官宣,不管是不是酒类代言,只要是肖战,我们都会保持期待。 除了这一块,肖战在影视剧《领域》也传来了捷报。 预古姚江波,暑假会和观众朋友们见面,另一部搭档李沁合作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也已经成功杀青,等一个官宣,继续支持肖战。